哈囉大家好,我是專門開房間的旅行YJ 我呢,去過五、六次日本、兩次韓國、澳洲、泰國之類的 出國了蠻多次 所以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 出國該如何記帳、抓預算 還有如何保險、推薦的保險 還有如何收行李跟機上推薦的好物 我一開始出國的時候,比較新手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會一筆一筆的記 拿到發票也會把它收回來 想說回國可以一筆一筆好好的算 花多少就馬上記多少 笑想回台灣之後可以反省我到底花了多少錢之類的 其實我後來發現那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出國玩,就是對我們來說 不是我們的現實生活 物價也不一樣 你台灣跟日本的收入還有支出都不太一樣 情境也不一樣 所以去算那些細節是 而且你去玩的就是你算諾氣 或是你當下其實是有一點消磨性質 所以有一個方法可以推薦大家 這個思考邏輯是我後來看雷咪的影片 學習而來內化出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相關的疑問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那個頻道 很棒 我的思考邏輯呢就是 你賺夠錢再出國玩 我覺得最好的情境是 當你已經賺夠 然後已經沒有那麼壓力的時候 你準備好一筆預算才能出國玩 如何有那筆預算呢 就是在你每個月的收入裡面的理財 去抓出幾%幾%給旅遊基金 你每個月的那幾%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當作你的旅遊基金出去玩 就是你這次出國可以用的錢 就是代表你只要記這一個記帳 你的機票住宿全部都要從這邊扣 比如說去日本大概會花6-8千的機票 然後大概在家住宿可能三天兩夜或是四五天的話 大概是一萬五到兩萬 所以你就扣掉兩萬 你只剩一萬塊 一萬塊就是你所有吃飯花錢交通可以用的錢 你就知道你所有能花的就是這些 那你也知道你花了多少 你在花的時候也可以很放鬆的花 你就知道 喔 你回來之後還可以好好生活 不會吃土 有道理吧 這樣會非常的好控管 而且你心情上也非常的愉悅 又很簡單 方便 好的 那食物上要怎麼操作呢 從春天開始 我這邊就是有一個操作 理財的%數分配呢 這邊有一個表格 就是它的%數分配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情況去調整 那這邊就有一個參考值 假設你月收入是3萬的話 玩樂費是10%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長期支出儲蓄也是10% 這個的話有點像默想基金 所以如果你的玩是你 比如說人生目標是想要去環遊世界 那這部分錢也可以算到你的旅遊裡面 或者是你是偶爾半年一年 就要出去玩的那種小玩 那可能就只能算在玩樂基金裡面 所以假設我們只算玩樂基金的話 所以一個月單萬的10%就有3000塊 大部分去東京的話 我會建議抓個3萬塊左右 所以如果是3萬的話 你就要存個10個月才能去一次東京 重點就是要定期一定要存 那你要怎麼存呢 我覺得存在哪裡跟現金流空完 真的很重要 我前面真的是很亂 不是我很亂 是我的金流很亂 就很痛苦 因為我算是半個老闆的感覺 我要付薪水 還有自己的生活費要用 所以我後來就是 我才找出到底要怎麼處理這個混亂的金流狀況 因為有時候錢進來然後錢出去 我也不知道我的錢到底剩多少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用了多少 很恐怖 這邊推薦大家一個 就是我真的覺得很棒的記帳城市 是直接在LINE裡面的LINE官方 就是聊天室 我覺得超棒的 它叫記帳機 它是真的就像這樣子 是一個聊天室 它還有這種記帳界面 就像這樣子 然後它直接可以就是記 然後還可以分類 可以自己加分類 所以我有工作 日本花費或是韓國發費 最棒的就是它有圖表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哇你本月花了多少在哪一個地方 半個月花了多少在哪一個地方 半年花了多少在哪裡 可以很好地知道你的金流飛到哪裡去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有工作收入帳戶 這是我第一個帳戶 然後我還有個人生活用帳戶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我最近增加的是出國帳戶 每個月在進帳之後 我就會固定分發一筆錢 去我的生活帳戶 去我的出國帳戶 這樣你就知道 喔你出國存了多少 你生活多了多少 你的工作存了多少 個人有算我的公司的感覺 所以如果公司留跟我借留 卡在一起 所以很混亂 就像這樣子 我是有三張卡的 收入卡就是這一張 我就知道我工作上可以運用的錢有多少 最右邊這張是郵局卡 它就是我的生活帳戶 然後呢 這張就是我的出國卡 全部都是金融卡 沒有信用卡這部分 因為我就是個人還沒有需求 然後呢 這張就是 你 always 只能 用在 花 出國 的 錢 然後你換現金的錢 也只能從這張領喔 通常我會先在台灣 在裡面領出一筆 不要在當地用的錢 然後剩下呢 就是你在外國 零食要刷大筆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用你的出國卡 去刷 這樣你就會知道 喔 你這張 還有多少可以刷 你可以買你想買的東西 然後也不會超知這樣子 我會辦這張是因為 就是那時候的行銷是說 有1.8%的回饋 但是我後來發現 就是它是固定 每個月裡面要有 5萬塊現金以上的出款 它才會有這個優惠 所以大家如果要辦任何東西 要看清楚 可是也還好 因為它還是有 現金1%的回饋 就你在國外刷卡 都會有1.5%的手續費 就抵掉一點不如小不如 它每一點都會換它的 優惠政策 銀行卡好像都這樣 大家記得好好研究 哪個最適合你 我當初還會辦這張 是因為它還有一個 附旅品險的部分 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旅行不便險 跟旅行平安險的差別 為什麼這邊有附旅品險 我還是要保保險呢 因為這張卡 只有旅遊平安險 沒有旅行不便險 這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喔 旅品險呢 也就是旅遊平安險 它是針對你保險的期間 你在國外玩的時候 所受到的所有外來 所導致的就是一切的意外 死傷 旅遊不便險呢 就是在你保險的期間 如果你有因為意外 或是交通業者 而導致你的行李 被失竊 或是不見 或是有任何的損失 所以是有兩個項目的 旅遊平安險 旅遊不便險 預計 通常一定要經易都保到 所以只靠刷卡 或是你付團費的那些 保險可能會不夠 大家自己看清楚 如果不夠的話 就要再自己去自費保險 市面上的旅遊保險呢 就是大家大同小異 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強項 就看每個人的需求點不同 去選擇 那我這次推薦的是 明台產物保險 我覺得它的強項是 它是線上投保的 超級方便 它所包含的 海灣緊急救援 最高額度 有到兩百萬台幣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國外生重病 或是有緊急什麼意外的話 可能會需要搭到醫療專機之類的 要花超多錢 有海外緊急救援的保險 這些才有理配喔 海外緊急救援應該是就是 希望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大家應該也不太會遇到 但還有另外一個超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真的覺得這超讚的 不是不是不是這超讚 就是有這個功能超厲害的 就是 搬機延誤 就是大家都有可能遇到 明台保險它最厲害的就是 你搬機延誤三個小時以上的話 它就有快速理配 而且它會自己通知你 你在投保的時候 就會填你的航班資訊 只要它延誤三個小時 明台就會自己寄簡訊給你說 你可以快速理配喔 就是它簡訊裡面就會有王子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申請 而且你不用再自己去申請 搬機延誤證明喔 是不是超棒超人心花 超方便啊 那投保的方法 我現在要來實測給大家看 在這個網頁 按D級試算 然後把你的資料填進去 旅遊天數 選擇死亡機 失能保險 選填400萬 監護宣告 無的話就填否 通常是否 然後保費試算 差不多只要三四百塊 最近變成空中飛人 我這幾次的心得 要怎麼樣 戴什麼東西 才會比較舒服 比較舒適 第一個呢 絕對是 家屍口罩 我真的覺得家屍口罩很需要 因為我們坐飛機 你坐久了一定會乾 再來就是 你可以防臭 因為有人脫鞋 臭腳大叔 如果你沒有買吃的 然後隔壁在吃東西 你一定會被箱死 那時候戴口罩也有效 第三個就是 防生病 因為它一個封閉的室內 很容易生病 這兩款呢 我都用過 我買了好幾盒 我比較推薦這一款 我覺得它的絲比較有效 就是它是兩片的 然後是兩邊要放進去 比較麻煩 可是我覺得它絲的感覺 比較有感 那這種是只有一片 然後是從上面放進去 它我用了兩三次 覺得還好 沒什麼感覺 然後 這都是無香料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無香料 也有清香薄荷之類的 大家可以繼續試試看 有嗎?有差嗎? 是不是什麼味道? 沒有味道 四十斤的味道 哈哈哈哈 有濕氣的空氣 對啊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在飛機上 嗯 很舒服 兩邊 兩邊 嗯 久了之後反而會 就保濕的感覺 一開始用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兩邊好像有一個風濕 對 但你久了就會覺得很棒 好 下潛的話大概是落在三百九十幾 四百一日幣左右 對 各種地方都有 其實應該連邊商店都有 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通常都是三個一組 記得你上飛機下飛機都要一個 所以通常一次都會用兩個 這是睡覺的時候會有蒸汽的 我是沒有用過 突然發現 這個這個我也超愛 這是 好像突然變成日本愛用力 這是保濕衛生紙 就是如果你也是過敏了 跟我一樣的話 這個超棒 就是一般衛生紙你醒鼻涕這邊會紅 然後會痛 這不會 就是它會滑滑軟軟 然後你在醒鼻涕洗完你的披薩 還是很舒服 它就知道保濕衛生紙 其實有很多排物 其實都可以用 其實也不貴 好像一百三十一日幣 所以大概是三四十塊 然後聽說保濕衛生紙 吃起來有什麼酸的味道 現在我在整理行李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怎麼收行李的 我自己個人就是如果你要省錢的話 去是不會買行李托運的 我就是直接帶一個登機箱 大概是空一半的 帶去飛機上 然後放在上面那邊 回來再買他的這個機會 因為就是回來都會買東西很重嘛 一定會超過我可以帶上機的重量 然後我還會帶像這種袋子 這是日本大串買的 或是IKEA的這種就也很棒 最好一定要有這個拉鍊 這個就是你一開始 就可以把它收到行李箱裡面 爆滿一波之後 再把它分裂出來 這個你就可以手提把它帶回來 行李箱的話 我非常推薦就是你買這種軟殼式的 最好是它這邊還可以再拉大 去日本通常都會爆滿一波 就是大部分人看你的情況 我到最近還是會爆滿一波 因為就覺得它CP值很高 我材質很好 就在台灣比較少買 然後通常都去日本補貨這樣子 然後呢最好是你一邊是有這種 可以整個拉起來的 你就可以收你的伴手 就也不會壓壞 然後這邊呢就 通常我都會直接放我的衣服 衣服要怎麼收?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但我不小心買太大一個 這是押收袋 台灣的大串就買得到了 建議就是你買你的行李箱的大小就好了 就大概是這麼大的 我不小心買太大的 然後它的用法就是 像這樣把你的衣服收在裡面 全部壓扁 然後把這個剩一個小孔 所以它可以關起來 那你再全部把它壓成真空 盡量不用買那種就是吸塵器式的 因為你也不可能帶吸塵器出鍋 所以你就直接用這種 用壓的 然後就可以把它推出來 就會變得超級小超級小 然後你就可以再塞更多東西 只是重量還是一樣 只是你可以裝更多東西進去 因為老實說你托運買回來 然後登機上大小 通常最多只能裝到15-20 不可能裝到25以上 通常不會到你買的那個托運 有點可惜 所以能裝多少就是多少 然後再搭配我們這個手提的部分 因為通常手提都可以帶到兩個 就算是連行 但重量加起來不能超過7或10這樣子 那你就很適合帶一些在機場買的 伙伴或是不能摔的東西 超方便 好的 那大家看到這邊 覺得有沒有學習到出國花費 和投保的部分呢?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我是零行YJ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呢 小朋友 呢 褲子 0 2 2 3 5 5 5